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迷迭》 第103集,夫妻之间,这叫情趣二 跑什么? 刚刚不是很理直气壮的吗? 陆毅迈着步子追上惊吓 闲闲的雨在门边等着她开门 她的两条小细腿 怎么可能跑得过陆毅? 惊吓愤愤地梳指纹 可怜这两次都提示指纹错误 陆毅,你是不是把我的指纹给删掉了? 明明是你手心出了汗 怎么还学会恶人先告状了? 陆毅拉开惊吓,输入指纹解锁 惊吓别嘴,想抢先一步进门去换衣服 迈出去的脚还没落地 腰上一紧,身子又被她腾空抱了起来 惊吓气得狠狠踢陆毅一脚 胡乱地拍打着她的胳膊挣扎 陆毅凭着自己对房间的熟悉感 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进了卧室 惊吓一路的挣扎和咒骂都被她忽视掉 进门便直奔主题 将她狠狠地扔进了大床里 惊吓还来不及反应 男人修长的身子很快便压了上来 喂喂,我还没有洗澡呢 我不嫌弃 我嫌 惊吓的气字还没说出口 对上路易深邃的眼眸立刻闭了嘴 这个男人的抱负非常地幼稚 会在某种时刻故意狠狠地折腾他 逼着他答应他开出的不平等条约 他越是挣扎 他就越是要变着花样地折腾他 刚刚一路上他 骂他有多凶 他一会儿抱负的时候就会有多不人道 此刻若他敢说出任何一句嫌弃的话 他就敢让他明天早上下不了床 这个臭男人 非常非常地幼稚 也非常非常地坏 路易修长的手指 拂过惊吓的脸颊 指尖沿着他漂亮的脸蛋 勾着他的轮廓 如果说刚刚的饭桌上 他是女王 那么此刻的床上 他就是主宰 他只能被动地答应 而不能反抗 刚刚想说什么 嫌谁 嫌什么 没,没什么 不嫌什么 是不嫌 还是不想说 路易慢条斯理地捏着惊吓的裤扣 两条修长的腿 压制着他的 惊吓心里恨得咬牙切齿 脸上却不敢有丝毫的表露 是真不嫌 哦 那就是刚刚也想过嫌弃来着 路易依旧慢条斯理地说着话 腾出的另外一只手 探过床头柜的湿巾 抽出一张细细地擦着手掌 惊吓看着洁白的湿纸巾 一节一节擦过他的手指 身体比他的大脑先一步地给出了反应 他讨厌被他要挟 却又十分享受被他这样折腾的快感 他在矛盾里一边挣扎 一边享受 一边配合 路 路易 叫什么 老公 嗯 这样才怪 我们能不能好好聊慧天 能 路易丢掉手里的湿纸巾 又从床头探出另外一个东西 他嘴上答得利索 肯定地给予他回应 可实际的行动上 他依旧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衬衫穿了一天了 可不可以帮我松一松 只松一颗扣子 可以吗 不可以 路易又笑 轻易地扯落惊吓的裤子 惊吓按骂路易是个流氓 可还是一边乖乖地给他解衬衫的扣子 一边暗叹着 这男人皆是漂亮的肌肉线条 他是流氓 其实他也是 路易斜撑着身子 手掌不大安分地压着他的小花园 不停地试探 摩缩 你这样 我们还怎么聊天 是 那就先坐 再聊 路易 嗯 老公 惊吓秒怂 立刻改口 他想去上班 他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无论当初 究竟是谁受益要听取他的意见 从现在发展的结果来看 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被弃中的好员工 路易低头 浅浅地着吻惊吓的耳畔 咬着他秀气漂亮的小耳垂 他有时候会非常的自信 自信到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有的时候 他又会非常的自卑 害怕失去他所拥有的妻子 爱人 还有他们的家 他想尽办法折腾他 征服他 其实最本质的原因 都在于他心里的不安 惊吓得美 不在于他长得多么惊艳 他像是一本有趣的读物 不到整本书看完 你根本不知道 他的下一页会是什么内容 他漂亮 聪明 有趣 可爱 像一个自发热的小太阳 会有意无意地 让人有种忍不住靠近的冲动 老婆 喜欢我的服务吗 陆毅吻过惊吓的全身 吻得他全身滚烫 吻得他浑身止不住地站立 他的温柔 让他全身的细胞里都充满了欢愉 惊吓点头 最大程度地打开自己 迎接陆毅的温柔 喜欢 很喜欢 那让我这样一辈子伺候你 行不行 陆毅鼻尖底 这他的 轻腻地摸缩着 男人低雅的嗓音像是被沙纸打磨过 莫名的性感诱人 惊吓叹着轻轻碰他的唇 算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像是一个情场的浪子 每次这种时候都会毫不犹豫地 答应他所有的要求 即便的时候明知是无理的 他也不会拒绝 他渴望他的深入 喜欢他的索取 贪恋他的温柔和霸道 月光透过玻璃窗钻进来 拢着大床上 那两个焦合缠绵的人 老公 你今天怎么了 惊吓闭着眼睛软软地趴在路易怀里 手掌习惯性地扣在他的胸口 感受那颗强有力的心脏 像一只小兔子 在掌心里蓬蓬地跳动着 每次这样握着的时候 他就觉得 他是为他而生的 他的心脏 是为他而跳动的 路易搂着惊吓 掌心若有肆无地 摩缩着他的肩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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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跟我阴阳怪气的 惊吓一听就来气了 路易有事没事 他会感觉不到吗 就单知这么两个字 他就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这么多年 他已经习惯了 凡事压在心里 也已经习惯了 自己默默消化 有时候 明明情绪不好 他追问的时候 他依然只有两个字 没事 若是以往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 也就罢了 现在他的情绪和他有关 他怎么可能 让他轻易蒙混过关 我 路易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以后也休想从我这里 套一句实话出来 那我先问你 你最近为什么不开心 我哪有不开心 我很好啊 惊吓嘴硬 他暗暗嘀咕的事 并不想让路易知道 他甚至压根没想过 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小心思 他怕别人误会 也怕别人笑话 他是一个连自己婆婆的醋都会吃的小气鬼 哦 那我也很好 你明明就没有 惊吓恼了 狠狠拍路易一下起身瞪着他 路易潜笑一声 拉着把他拽回来 继续搂着 这段时间 我一直就觉得你的情绪不太对 但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你如果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是真的猜不到你的心思 我真没什么呀 惊吓有些心虚地小声咕弄着 路易低谋去他 要不要 我再换另外一种方法问你 不不不 不要不要 惊吓吓得连连摆手 他所谓的换一种方法问他 就是在折腾他一遍 刚刚那场情事 已经耗得他连起床去冲个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会儿要是再折腾一回 他明天是真的可以不用起床了 路易低低吃笑 那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 我说了 你别笑我 惊吓有些扭捏的开口 随即又狠狠瞪他 但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 嗯 我 我那天看到婆婆的照片 我跟他有点像 是不是 所以你纠结 我喜欢你的原因 路易恍然大悟 他在意的和他当初介意的原因 居然出奇的一致 他当初吃过路易的醋 他现在吃路夫人的醋 路易不禁哑然 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连吃醋的原因都会一样 你说了 不笑我的 我没笑你 路易拦住惊吓垂落下来的手 又舍不得真打我 谁说我舍不得了 惊吓别嘴 闷闷地生气 他还真的是舍不得打他 就算是刚刚在地库里 也只是轻轻地拍了他几下而已 你就是吃准了 我喜欢你 你这样 不也是吃准了 我喜欢你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